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献身如梦之梦现场,面对面观看肖战表演,所作座位引关注 在娱乐圈,明星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 有些在目前看起来关系很不错的明星 往往私下里却并不是这样 而如果私下里还有亲密互动的话 那么关系是真的挺不错 肖战参演的话剧《如梦之梦》北京战已经开演好几天了 虽然此前有爆料会有不少明星去现场观看 但大家除了看到一个贾杜华之外 也没有看到了爆料中的其他明星们的身影 直到圣诞节当天 大家才在剧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杨子 从网友曝光的图片可以看到 当天杨子身穿白色上衣配上黑色长裤 因为剧场内部可能太热 杨子还特意脱下了外套 用另外一只手拿着 整个人打扮得非常的低调 头上还戴着帽子 把整个人遮得严严 但大家依然通过其身形和气质判断出了是他本人 而当天杨子也并不是一个人去 而是带了工作室的伙伴们 据现场的观众爆料 杨子是坐在莲花池的第一排 这样好的位置 很多人也猜测是肖战送的票 在此次之前 大家都没有发现杨子的身影 还是在上半场结束退场的时候才发现 而退场之后 杨子并没有直接退出剧场 而是前往后台 很多人猜测 他应该是与肖战打招呼去了 而在网友爆出杨子现身话剧现场照片之前 就由网友拍到杨子给肖战送的花篮 在此之前肖战虽然已经引了好几战了 但都并没有看到杨子送的花篮 而此次到了杨子的家乡 和此前大家猜测的一样出现了花篮 从曝光的照片看到 杨子送的花篮的花并不是代表肖战映原色的红玫瑰 而是选择了粉色玫瑰与粉色绣球花 上面写了《祝肖战如梦之梦》 演出圆满成功的祝福语 而大家也注意到杨子送的花篮史署名 并不是他本人 而是以工作室的名义 这个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人认为杨子是为了刻意避嫌 所以才以工作室的名义 也有人认为杨子已经没有经纪公司 而是自家工作室运营 署名工作室其实也就是他本人的意思 杨子和肖战两人一起合作过电视剧 余生请多指教 之后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两人共同出席过好几次活动 也可以看出互动非常亲密 而此次再一次看到两人的互动 粉丝们也是非常惊喜 还有不少粉丝表示看到他们俩互动 越发的想要看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 看到杨子现身肖战话剧如梦之梦现场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